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今天说人解字 说一位皇帝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 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 他16岁登基 这么年轻就可以搭飞机 多年轻的也可以搭飞机 他16岁就登基 照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是16岁登基的 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 带领汉朝进入了即盛时期 史称汉武盛世 汉武帝年幼的时候 他的姑姑长公主 把他抱在膝上就问 你想不想娶媳妇啊 武帝说当然想哦 长公主一一指着 视力身旁的美女就问道 宫里这么多的美女 你想娶谁当媳妇呢 武帝回答 我都不喜欢 长公主于是指着 自己的女儿问道 那我把阿娇嫁给你好不好啊 阿娇是汉武帝的青梅竹马 汉武帝本来就很喜欢他 一听到姑妈 要把阿娇嫁给自己 很高兴地说 若得阿娇当作金物主之 日后在长公主的撮合之下 汉武帝果然和阿娇成婚 即位之后立阿娇为皇后 金屋藏娇原本指的是盖华美的房屋 给爱人居住 后来演变为男人有外遇 汉武帝在位期间攻击显赫 实施了许多开创性的政策 他任用人才不看出身 创立选拔人才的查举制 由地方官推荐辖区内的人才 改变了先秦官员世袭的现况 兴办太学 是当时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 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名臣 良将 并且听从董仲书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数 使儒学成为思想正统 当时有位大臣吉岸 个性刚强 说话直接 武帝不喜欢他 就外调到东海 吉岸在当地政绩很好 武帝又将他调回宫中 他直言不讳的个性仍然不改 性情急躁 容易得罪人 一直都无法高升 原本地位在吉岸之下的小官 仕途顺遂 平步青云 一路都做到丞相 吉岸因此心理很不平衡 他见到汉武帝就说 陛下用群臣如鸡心耳 后来者居上 皇上用人像堆柴一样 后来的人反而在上头 抱怨汉武帝用人 没有先后次序 后来居上 就是说后来的人事物 超越了原本的领先者 2017年世大运台湾百米金牌 就是这样来的 中华队 加油 推恩令也是汉武帝的重要政策 他准许诸侯将封地分割给各个儿子 改变了过去只由嫡长子继承的情况 这样一来 便和平削弱诸侯的权势 让诸侯国由内部自己分化 降低对朝廷潜在的隐忧 他还推行盐铁国营化 不必加重国民的赋税 就能大大增加国家收入 汉武帝创立年号制度 首创的年号为建元 外交方面 历经汉初的休养生息 汉武帝以强硬的态度 积极讨伐匈奴 他屡次攻打 先后收复了西汉初年的多处领土 并开疆阔土 吞并周边各国 他两次派遣张迁 出使西域 开辟丝绸之路 促进东西方的交流 在武帝执政时期的汉代 各个方面的成就 都进入空前的高峰期 受到史家正面的评价 汉武帝爱好女色 李夫人是他的宠妃 进宫没几年就病逝了 汉武帝很思念 将他的画像挂在行宫中 一名术士得知此事 向汉武帝说 自己能够召唤李夫人的灵魂 来相见 当晚术士做法 汉武帝果然见到 刑似李夫人的黑影 在帐幕之中 但术士交代过 不能够太靠近观看 让汉武帝心中更加思念 心情感伤 他写道 是爷 非爷 立而望之 偏和山山其来迟 究竟是不是你呢 我站在这里看着 你为什么偏偏来得这么慢呢 姗姗来迟 形容人不一时出现 害人苦等 汉武帝晚年 穷兵独武 对人民造成很大的负担 性情又反复无常 迷信多疑 导致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动乱 乌骨之祸 当时太子受人诬陷 以污骨之术 诅咒汉武帝 父子反目 兵戎相见 大量的人才 在这场动乱之中丧生 间接导致了 西汉的衰亡 那他是被下降头了吗 有可能是 汉武帝 驾崩前两年 下罪己诏 反省自己的过失 并重新仿效 文景之治时期 与民修养生习的政策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